彭德怀自述 第十三章 解放战争 撤离延安 七大开完 我留在延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参谋长工作 1946年蒋届时发动内战 向解放区进攻以后 至当年冬11月 被我人民解放军歼灭35个旅 蒋军受到严重打击 他的机动兵力有些近于枯竭 想已开韦国大和进攻延安两者 一方面从政治上来打击人民解放战争 另一方面已压倒优势兵力 歼灭闪甘宁边区我军 压迫我军和我党中央 解放军总部到黄河以东 然后延无定河 黄河封锁之 这样蒋届时可以抽出嫡系胡宗南部主力控制于中原或华北 加强机动兵力 这是蒋介石当时的阴谋企图 1947年春 蒋军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 被迫改为向山东延安重点进攻 毛主席坚定而英明的方针是必须用坚决战斗精神 保卫和发展闪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 而此项目是完全能够实现的 很明显中央的目的是要以较小的兵力吸引和歼灭敌军大量主力部队 为了鼓舞全国解放战争胜利 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留在闪甘宁边区 继续指导全国解放战争 同时直接指挥西北人民解放战争 滞留湖宗南部于西北粉碎蒋介石的阴谋 湖宗南部进攻延安石 敌我兵力大概是十余亿之比 敌军二十四万左右 我军二万五千余人 湖部是蒋迪系 经过长期整讯补充 部队比较充实 装备也是头等的 有一定的战斗力 1947年3月初 湖宗南以五个旅进攻我龙东区庆阳 河水地域 我方三五八旅 新四旅 警备一旅约一万二千人 西华池续战没有打好 伤亡一千二百人左右 从龙东撤道路赴县集结 准备直接参加保卫延安 因西华池战斗打得不太好 意见很多 这时 胡斐主力也正在向洛川 遗川集结 准备向延安进攻 我赶到路线 向该部队同志讲了全国各解放区战争形势很好 保卫延安 保卫毛主席 党中央 保卫陕甘宁边区的意义重大 大家听到保卫毛主席 尽头很大 当时部队正在开龙东战斗检讨会 我未参加完 集到防卫延安的主要阵地南尼湾检查教导旅射防情形 听了罗元发同志的介绍 就是子弹太少 平均每枪不到十发 同他们商量了部署 认真研究能防御几天 他们说五天 我说尽可能阻击 给敌以杀伤 但不死守 争取防守一星期 使中央机关撤出延安有充裕时间 以后证明 也守了七天 如果有充足的弹药 当然还可能延长守备时间 以后 我仍回到路线 3月12日回到延安 向毛主席报告了上述情况 当时贺龙同志在禁随 不在延安 我向毛主席说 在贺未来延安前 陕北几个旅并后勤人员也不过两万人 是否由我暂时指挥 毛主席说 很好 同意了我的意见 以后中央又任命习仲勋同志为西北野战军 政治委员 我为司令员 贺龙同志为西北军区司令员监管后方 这时我党在南京的办事处撤销 周恩来同志等已从南京撤回延安 党中央秘书长为任毕时同志 军委参谋长由周恩来同志监 此后 我离开了军委 从西北局调了张文周同志做参谋长 我要三局配备了两个手摇马达小电台 调了几个参谋 议店员组织了一个小司令部 全部人员五六十人 此时 胡宗南已在向洛川 宜川集结兵力 并向北推进 西北局召集了群众大会 习仲勋同志和我讲了话 动员保卫延安 保卫边区对敌人兼臂青野 封锁消息 号召拥护人民解放军 打倒蒋介石 消灭胡宗南匪军 这次动员大会是开得很好的 在敌人进攻南尼湾的第三 四天时 告新四旅即刻派人到清化边 玉福地区详细侦查了地形 撤出延安的前一天 教导旅也做了同样的侦查 他们在南尼湾的防御战斗 和保护主席安全通过拐卯中 都尽了很大的责任 3月17日 毛主席已由早原搬来王家屏住 毛主席对我说 这次撤出延安时 要把房屋打扫得干干净净 家具一点也不要破坏 18日黄昏 主席离开延安 我们悄悄地送到飞机场 敌破近离城约七里处 也即是教导旅的最后掩护阵地 主席经飞机场 乔尔沟 拐卯向清化边前进时 沿途都可听到沿河南岸敌之枪声 在主席离开王家屏后 我急到西北局 联防司令部 杨嘉玲等地检查 房屋都按照主席吩咐打扫得很干净 家具也摆好了 约九十许 我回到了王家屏 同前方部队首长都通了电话 规定了撤退路线 告诉了意图和撤退时间 特别要三五八旅大摇大摆的向安塞以北撤退 我以小步兵力诱敌向安塞 延安西北 进攻 主力埋伏于延安东北之清化边地区 我军撤出延安是最有秩序的 这也证明毛泽东思想教育下的人民军队是何等镇静 何等可配呀 我绿小司令部从王家屏东面一条小路爬上山 向清化边前进 当天午后到达 敌从南尼湾 甘泉进到延安大概用了七天 三月十九日湖宗南进战延安 清化边 杨马河 盘龙战斗 我军到了御服圈的第二 第三天还不见敌军道 有些同志就有些着急 想 不会来了吧 我相信敌人终于会来的 1947年3月25日 湖宗南枝整编二十七师的三十一旅 以一个团控制于拐毛 旅部律一个团进入我军御服圈内 约战一小时余 即全监该敌 缴获了近三十万发子弹 抓了两三千名俘虏 活捉了骑旅长 这是湖宗南进攻延安的第一批 礼物 虽然不多 但当时我军弹药齐缺 人员补充也甚困难 实在是太需要了 此一虽小 对我军帮助不少 补充了新四旅和教导旅在笼东和南尼湾战斗的消耗 毛主席于四月十五日给了西北野战军作战方针 就是采取摩古战术脱皮敌人 逐渐削弱他 各个消灭他 这是总的意图 我们如何执行主席的战略方针呢 这就必须了解敌人的方针 根据敌我双方方针 定出自己的切实可行的战斗计划 我们取得清化边续战胜利后 将主力隐蔽集结于清化边西北 观察敌军进攻动向 胡宗南发现我在清化边地区 即以主力三个旅从延安京拐卯从南向北进攻 而不由安塞向东 一路向延长 延川 清剑进攻扑了空 一路向瓦瑶铺 永平 盘龙又扑了空 这时胡宗南已发现我主力在清化边西北地区 他又不由清剑 瓦瑶铺 盘龙向西分路进攻 而将主力集结盘龙 清化边由南向北进攻 在瓦瑶铺 清剑各以一步兵力守据点 从他这些行动中看出 胡宗南的企图是要把我军赶到黄河以东 而没有歼灭我军的信心 以此定下了西北野战军的作战方针 其特点就是要求美战必胜 粮食 弹药 被俘 人员的补充 主要取之于敌人 当敌人开始行动时 我军已转移到瓦瑶铺 以西偏北地区集结 敌人扑空后 又回头控制一个旅 135旅 与瓦瑶铺 这时我军又转移至清化边西北 安塞以东地区 敌防我向西南发展 胡宗南把永平 盘龙 瓦瑶铺各部向延安地区 及其以北集结 又怕瓦瑶铺之一三五旅孤立 故派两个旅由清化边北进接出该敌 在判明敌之企图后 我已主力埋伏于瓦瑶铺以南五里外 至杨马河大道两侧 以精干小部队坚决抗击北原敌于杨马河以南 杨马河离瓦瑶铺十五里 4月14日 呆南撤之一三五旅进入我家机阵地时 不到两小时 全肩该敌 其带旅长被俘 胡宗南发现我主力后 集结七个旅分三路由南向瓦瑶铺 其头并进 企图押我退随得米之线 我以小部队采取节节向后抗退 将主力成叶转移 隐蔽集结于盘龙永平瓦瑶铺 清剑之间 我美旅抽出一个连 摆在敌北进道上阻击 将北进敌右至吴定河随得米之线 我主力争取了四天时间休息 敌刚到米之随得线 我急向盘龙发起进攻 盘龙是敌人的一个重要补给点 著有较强的一个旅 从5月2日开始 四号晚功课 消灭167旅约6000人 扶旅长李坤岗等 缴获夏季军服4万套 面粉1万余袋 子弹百万余发 这是最宝贵的 医药品无数 解决了我军当时严重困难的粮 衣服 医药问题 等第四天湖宗南部回到盘龙 兵战基地已一无所有 变为一座空宝 三战连结 我军集结安塞地区整讯近月 开了庆祝大会 由防御转入进攻 毛主席在1947年4月15日提出摩古战术的指示 要我军在瓦瑶铺 清剑 清化边地区周旋一月 从3月19日敌战延安时起 到现在一月余的时间里 打了三仗 消灭五个团 三个旅直属队 主席指示要磨得他十分疲劳 现在还只磨得他七八分疲劳 一仗还不能顺利地消灭敌两个旅 把打合磨 磨合打灵活地结合起来 整垮胡宗南的信心是大大地增加了 引诱胡军由南向北进 胡宗南准备六七个旅由延安向安塞及其以北大举进攻 我主力军两天前即已离开安塞地区 从下四弯 甘泉之间出环线 曲子 月烧山 王阵部进攻河水 御马济原部 未能取得胜利 围攻环线 曲子线 消灭马红兵部两个多团 胡宗南害怕我军出西兰公路 星夜集结主力于西风镇 庆阳 由南向北进攻 抽调延安主力南园 待胡宗南部向环线进攻时 我已休息半月了 集出延迟 定边 安边 静边 恢复三边 马红葵部退宁下 胡宗南部约八九个整边旅尾随追击 我军第一次围攻榆林打圆 因敌靠警卫打好 集撤至榆林城东南七十里 米之以北六十里 胡部右尾追之 我撤至沙家殿以北 百开阵势 8月20日伏击整边三十六师 一翼消灭三十六师两个旅 扶一二三旅旅长 至此 胡宗南号称二十万大军近战延安 半年中 被歼灭和拖垮近半数 敌二十九军军长刘勘律五个旅退守随德 廖昂师守清剑 严长 严川 为了威胁敌人后方 命亡阵律二纵队出南泥湾 宜川 洛川 寒城以南 这时 胡宗南令刘勘退守洛川 敌五兵团赔昌会总指挥律两个旅守延安 整边七十六师廖昂师守清剑原防未动 我主力从隋德上游渡过吴定河 控制清剑 隋德公路 隋德敌南撤时 我军出延安 甘泉及其以南 将隋德之敌引回延安 我军主力适时从隋德下游偷偷渡过吴定河 从清剑以东侧黄河南进 突然袭站延长 严川 将整边七十六师师长廖昂所律二十四旅两个团合师直属队围困于清剑 1947年10月11日 该部被我歼灭 廖本人被俘 陕北气候寒冷 部队经过半年多的紧张战斗 本应集结清剑 严川地区进行修整 不要再去打榆林了 当时未顾虑中央安全 第二次去进攻于林 结果围攻进越未下 且12月东林 故停止进攻 这算是犯了一个小错误 否则可以多修整一月 新市整军成绩会更大些 12月中旬即准备新市整军 1947年 西北战场同全国各解放区战场一样 是取得伟大胜利的一年 在毛主席亲自指挥下 由防御转入进攻了 新市整军 我在西北战场上取得了一条宝贵的经验 是新市整军 1947年12月中 撤围榆林 进行整训 一纵队358旅战事中有一名四川人 是俘虏来的 深夜 一个人在野地 写着他母亲的神位 哭诉他母亲是怎样惨死的 仇恨国民党和当地的恶霸地主 他参加了人民解放军 要如何为母亲报仇 一位连指导员敲敲在旁听着 他也有类似苦难 结果他们拥抱相诉相哭 我们抓住这件事 开了诉苦大会 把他当作运动来开展 我军新老战图 干部 多数都有一本不同程度的血泪石 过去各不联系 不能成为同仇敌忾的阶级感情 诉苦大会普遍开展后 大会小会又紧密结合 一个人的痛苦 就变为大家痛苦 大家的痛苦也就是每个人的痛苦 很自然地提高了阶级觉悟 凝结为阶级仇恨 大家认识到 只有打倒国民党政府 消灭其军队 建立人民政府 分田地 组织合作社 才能解放自己 消灭剥削阶级 又进一步查阶级 查出了一些国民党特务 隐藏在人民解放军中 在坦白从宽的政策感召下 说出了他们的罪恶阴谋 这就进一步提高了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和革命警惕 查工作 查斗志 都问一个为什么 有的工作好 有的勇敢 有的表现不好 不勇敢 多数是由于阶级觉悟不高 也有的是由于缺乏经验 认真加以分析 进行评比 然后转到练兵 官叫兵 兵叫官 兵叫兵真正做到了官兵护交 对于干部的任命 采取民主推选 组织批准的办法 第一野战军中 尤瓦子街战斗以前 感到干部很缺乏 特别是连 排 班长三级 经过诉苦运动 提高了战事阶级觉悟以后 提出民主推选 组织批准的办法 解决了干部缺乏问题 推选的条件是 阶级觉悟 长处短处 指挥能力 推选和被推选者 指挥员和战斗员一起 进行反反复复的评比 这是一次普遍的政治思想教育和业务教育 加强了上下级和官兵之间的团结 事实证明 被推选出来的干部 绝大多数是好的 上级机关原先内定的某些人 有些是不好的 而且还有坏人 经过这次运动之后 群众纪律好了 上下级之间 军民之间相互关系好了 这就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 这种诉苦会的形式是很好的 红军和抗日时期都没有找到这种形式 要是早找到这种形式 对争取俘虏兵加入红军 扩大红军的成绩要快要大得多 毛主席把这种做法推广到全军 并誉为新式整军运动 从瓦子街战役到攻克兰州 1948年1月中旬 一、三、四纵队约三万二千人 集结于甘古役 南尼湾、临珍镇、二纵队一万二千人 集结于韩城以东 西北野战军总计有四万四五千人 经过新式整军后 士气异常旺盛 当时敌军布置是两个旅困守延安孤城 三个旅手落川 中部、宜川各有一个旅助手 共七个旅 我军当时最大困难是没有粮食 前进无后方接济 后退更无办法 非打宜川无其他更合适的办法 而围攻宜川打圆有八成把握 敌如不圆即可打开宜川 我们决定突然包围宜川打圆 湖宗南令中部 落川四个旅全部来源 加上宜川一个旅共是五个旅 每旅平均不超过六千人 这样敌军共约三万人 二月二十八日已布置就绪 二十八日晚大雪 打了一次电话问移纵的情况 他们说雪下得越大越好 三月一日 在瓦子街干干净净全部歼灭敌援军四个旅 无疑漏网 三日晚功课遗川 守敌一个旅全监 此一消灭敌人五个旅共三万人 击毙敌军长刘勘 师长严明等人 1947年三月 我们一次只能消灭敌一个旅 过了一年 一次就能消灭五个旅 这个变化多么大呀 此一后 如果有粮食时 可以回师围攻延安 而且围严打员 也是一个好办法 因为没有粮 故为拟意 当时也想帮助中原区刘邓 陈谢两路大军 故决定经马兰欲出纯化 取滨州 扼断西兰公路 对延安 洛川之敌 留了两个旅交许光达指挥 承言 洛之敌撤退时截击 但未起到作用 所以这次奋兵是不对的 占领纳州控制西兰公路后 胡宗南从河南调回四个旅 另有广西军一个师 四六十五师 撤出延安两个旅 逃回西安 我军收复延安 这里我军撤离延安的时间为一年 我移纵身入宝基 破坏胡宗南总兵战基地 这对缩短西北战争 增加胡宗南的困难 起了某些作用 但对马步方步 积极援胡估计不足 对胡从玉抽援部队之快 也估计不足 加以分散了部分兵力 使我深入宝基后 回尸时弄得很被动 也很疲劳 毛主席1947年4月指示 要把胡宗南军磨得十分疲劳 这是一个很深刻的指示 部队到了十分疲劳时 即消失了战斗力 非亲身经历是很难体会的 为了酬粮和休整 又回到白水地区 在蒲城县以北歼灭 由韩城南退的一个师 我一野全部集分布在黄龙山区 韩城中部 宜军 同关 要县 富平 白水 蒲城广大地区做群众工作 1948年冬也是在这个地区过年的 1949年2月17日 我奉中央命令离开西北前线 去参加七届二中全会 二中全会未开完 毛主席急令我去帮助指挥进攻太原 得手后 大约4月中旬 中央将华北野战军18 19两兵团拨归第一野战军建制 我即将18、19兵团带去西北 去中央开会及打太原来往 共用去三个月时间 5月下旬返回西北前线 部队得到了一次较长时间的修整 18、19兵团到西安平原时 巩固了西安、咸阳两城 经过了一次伏兵战役 消灭胡宗南四个军 结束了胡宗南在西北12年的统治 解放了宝基 18兵团留守宝基 对付胡宗南退汉中残部 19兵团随第一野战军西征 在兰州进行了一次恶战 全监了马纪援军 8月25日解放了兰州 9月5日解放了西宁 19兵团单独消灭马洪奎三个旅 马洪斌五个团 1949年9月 西北人民解放战争基本结束 10月初大约56号 我到九泉 同新疆派来的陶智越谈判 关于和平解放新疆的问题 1947年3月份 当我军撤离延安时 全国解放区军处于战略防御 到1948年3月初 这一年中 全国各解放区军先后转入进攻 这个变化是多么大呀 由放弃延安到瓦子街战役胜利 是一年零十八天 由瓦子街胜利到攻克兰州 是一年半的时间 在这一年半内 解放全国领土五分之二 包括新疆 打了20次旅以上的战斗 至于团以下的小战斗 就没有去计算它了 只有人民的武装斗争 才能解放人民自己 西北解放战争时间 共是两年半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不到四年 全国以一与四的对比 战胜了优势的敌人 解放了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 把世界革命运动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这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两次错误和一条宝贵经验 我在西北战场有过两次错误 取得一条宝贵经验 第一次错误 是在1947年10月下旬 打下清剑 活捉了蒋部师长廖昂后 应该就在清剑 延长县进行整训 不要再去打榆林了 结果围攻榆林近月位下 防害部队修整训练 如不再打榆林 新式整军可以多搞一个半月 成绩会更大些 我在作战指挥上有一个优点 就是不满足于已得胜利 但求之过急 就变成了缺点 而且屡戒屡犯 不易改正 第二次打榆林 只是想到中央再密之 随得一带不安全 打下榆林就放心了 未考虑其他方面 第二次错误 是在瓦子街战役大胜后 近战隆东 宾州 截断了西兰公路之后 应当集结兵力 进行修整 争取教育 瓦子街战斗中的大批俘虏 但当时想成胜进攻宝基 破坏湖宗南后方 缩短西北战争时间 这就是思想上的急躁病 产生了轻敌思想 结果 湖宗南采取了异常迅速的手段 从延安 主要是从河南调集最大的兵力 和青海马纪原部一起向我夹击 我撤出宝基后 搞得很疲劳 因为过度疲劳 使本来可以歼灭之敌 而未能歼灭 这样的教训在我的战斗生活中 过去就有几次 但都没有这次深刻 过急求成 在思想上是主观主义 在行动上是冒险主义 而且往往发生于连续大胜之后 这就是骄傲 但当时还会得到一定的群众支持 一条宝贵经验是新市整军 已在前面叙述了 不再重复 明年时候 如果我 Reverend